广西慈禧之工在南宁 举办新素食仪活动 透过家常菜的烹饪教学 让民众学习怎么做素菜 不少民众都是呼朋饮伴来成语 素食很好啊 但是我们也是很爱吃素食的 我是以前韩式 也是经常出去吃点素食 我不记作 所以我今天来看看怎么做 今天有学到吗 学到哪样菜 给你自己动手做一下的 有这个计划 活动当天恰逢中秋假期 志工也推广静思服月饼 志工一边示范 一边让大家DIY 增添课程的互动性 也拉近亲子关系 第一次做月饼 从来没有做过 很有成就感 做的一个很有 好漂亮 月饼应该是很神奇的一份理由 可是今天从我老师的讲解 原来这么简单我们就学会了制作月饼 然后让我们的心很暖 然后也特别的开心 现在我也感觉就是素食带来的很多快乐 而且有环保 身心又清静 素食有益身心 对减缓地球暖化也有直接帮助 志工透过活动 希望民众都能把健康端回自家餐桌 大家新闻知识美之工 黄淑芬 苏英 广西报道